四月的湛江 碧波涌动 春意盎然 上午十时许 习近平来到南部战区海军机关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亲切接见南部战区海军官兵代表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 习近平观看了反映南部战区海军建设情况的多媒体片 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 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南部战区海军部队建设和完成任务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 习近平强调 要坚持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提高及时妥善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 坚决捍卫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努力维护周边大局稳定 习近平指出 要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 坚持以战领训 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 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 要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 突出抓好重点课题专攻精炼 提高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 习近平强调 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 把握新制战斗力建设特点规律 推动新装备新力量 加快形成实战能力 要坚持体系建设 体系运用 深入破解短板弱项 推动作战体系整体升级 习近平指出 要加强部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狠抓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军 要深入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贯彻 精心组织实施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统筹抓好学习强军思想 建功强军事业教育实践活动 夯实铁心向党的思想根基 激发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要全面加强人才工作 壮大人才队伍 要推进政治整讯 常态化 制度化 持之以恒 正风速迹反腐 要加强部队教育管理 坚持不懈抓基层 打基础 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各级 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大兴调查研究 认真解决部队建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积极主动为官兵排忧解难 带领广大官兵不断开创 南部战区海军建设新局面 张又霞等参加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打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